春暖这个节目,似乎每年都受到全国观众的期待,但是说到春暖跟小品,你们首先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呢? 小编第一个想起的人,就是赵本山老师了,虽然近几年在电视机前看春暖的时候,已经看不到赵本山老师的身影了,但是赵本山老师在春暖上表演的形象,一直保留在我的脑海里,也是因为春暖,为赵本山老师带来了丰富的收入。 但是,关于他到底有多豹气,似乎在网上流传的说法都不一样。 就像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,自己有多少财产自己也不清楚,但是,他的财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平常出门的代步工具,除了名车之外,连天上飞的飞机,也已经拥有了。 当然,大部分男人似乎对车的喜爱之情,似乎是天生旧存在的。 劳斯莱斯这个品牌的车子,就是身份最好的象征。 大部分人都知道,这个品牌的车子,一般都只生产名贵舒适的轿车,其价格也是高到让人望而止步。 会!选择购买这种车子的人,大多数都是非富即贵。 而赵本山老师,就有一辆来思来思幻影的品牌,价格大概在八千万人民币。 除了这种奢华轿车,还有一辆价值两百万人民币左右的房车。 五个九的车牌,价格恐怕币车还要贵吧? 除了车之外,就是私人飞机了。 折合人民币高达两个亿的私人飞机,不是随随便便,就有人买得起的。 菜产的象征除了代步工具以外,无疑就是亡产了。 曾经赵本山就在三亚,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三栋别墅,里面的装修说话程度,同样让人震惊。 关于赵本山老师的财富,除了表现在这些奢华用品以外,做工具等的钱也花了不少。 在08年温川抵震的时候,赵本山老师也曾捐赠了两百万人民币。 在帮助留守儿童的时候,也曾捐赠了两百万人民币。 除了这些以外,赵本山老师也曾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和地方, 专业的不一样的款项,每次都是百万元。 以上的巨额。 不知道这样的一位演员,你们是怎样看的呢?